啦啦啦 星星要白 啦啦啦啦 星星要白 谢谢 大家好 这里是2019电视剧品质盛典 我是郑凯 我是金星 今天晚上真是很激动 欢迎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和电视剧人来到东方 金姐 您觉得我应该领哪个苹果 你想拿哪个苹果 那这么多 我人气还挺高的 给我来个人气果 在2018年里人气比得上吴锦岩吗 现在谁的手机里面有几个吴锦岩的表情包啊 对吧 锦岩要不要现场给我们展示几个 来来来来 这样这样 我给你几个提示 好吧 比如说今天拍戏 导演心情不太好 把你给骂了 应该是什么表情 笑啊 笑啊 那今天导演心情好 制片人心情不好 把你给骂了 应该是什么表情 还是笑 但是你发现没有 吴锦岩这个名字特别好 对 锦岩盛行 是是是 在当今中国的娱乐圈啊 就是要少说话 多做事 看什么 这在座的谁不知道 谁又您话多呀 我也不想说那么多 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好嘛 对吧 王凯 我颜值还行 给我来个颜值果怎么样 怎么样 我看 打住 打住 颜值 颜值果哈 我看那个人来没来 如果那个人来了吧 你看 诶 诶 诶 谁 孙红雷来了吗 孙红雷 诶 来了 诶 怎么红雷哥还带这个字幕的呢 干嘛呢 来被电视剧打call来了 有外号 很多外号的 是什么 叫阎王 阎王 阎王 对 孙漂亮 对吧 帅雷雷 对吧 孙娱乐宴 红雷修花 孙美丽 孙美丽 对 孙美丽 有这么多称号呢 诶 红雷 我问一下啊 咱女儿好吗 女儿长得像你吗 长得像你吧 没问题 长大了以后走个性路线 开玩笑了 诶 有她在吧 这个颜值 行行行 这颜值果我不要了 这样吧 我有才华 给我来个才华果 这个胆挺大的哈 你看我正面坐的是谁呀 黄磊 黄老师 作为教师和作家的黄磊先生 同时也是演员 导演 编剧 监制制片人是歌手 还是个餐厅老板 整个后厨全包了什么 承包了一个剧组 你比得了吗 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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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俗话说得好 不会演戏的制片人不是一个好厨子 是吧 黄小厨 你看在座大概有两万多个人 大家都没吃饭的 一会儿的萧燕您是不是也包一下 所以说今天晚上能分到苹果的人都不是一般人 是的 那金姐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请问你一人分是两角 应该拿什么苹果 双面果 比如电视剧里面那个脱身 男主角陈坤 对吧 演得不错吧 是 那何止是不错呀 真的 那看完脱身之后我就脱不了身了 那一人分是七角 叫什么果 葫芦娃 怎么就是葫芦娃了呢 对呀 怎么就不能是七仙女呢 你看比如我们台下 万倩 万倩在哪呢 你看 仙女万倩坐在那 我跟你说 万倩曾经就在一部戏里演过七个角色 真的啊 哦 我知道了 是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那还不如葫芦娃呢 我发现 今天到场了 有很多演员都演过什么呢 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对 哦 你看 比如 王凯 王轩 杨硕呢 金翰 啊 这来了 挺好 我们本家 对 适合演那个总裁的 适合演总裁的 是 那你看今天这么多霸道总裁 咱是不是镜头对着他们 让他们给我们展示一个 自己觉得自己最霸道的表情好不好 从金翰开始 对 来吧 来个最霸道的表情 好 很霸道 黄学生 呦 可以 那王凯呢 霸道一点 霸道 站起来 你干什么 你别上来 好 那最后杨树 那不杨树来吧 嗨 就这样啊 反正他们今天这个霸道不霸道 我是没看出来 穿的都很像总裁 对吧 而且他们四个当中啊 还不乏两位好手 号称娱乐圈最纤细 最修长的美手的王凯 那一首手啊 肉手界 颜值巅峰 黄轩 对 两人要不要跨越大江大河 给我们握个手 紧紧地握在一起 哎 世纪之潮 这个镜头不多见啊 这两个手握在了一起 厉害 诶 你发现 郑凯啊 你发现没有吧 作为演员本人的名字 或者是艺名啊 其实特别重要 怎么讲呢 今天冬天 咱们东方卫视啊 播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幕后之王》 我看过 结果 上海整个冬天啊 一直都在下雨 为什么呢 一研究 一调查发现了 这个剧的女主角叫 周冬雨 对吧 而且我发现啊 不但名字很重要 名字和生肖 也很有关系 咱们现在是猪年 对吧 所以猪一龙 在哪呢 那她这个名字 我姐姐看了一下 还能火下去 从猪年一直火到龙年 还能这么讲 当然了 猪一龙嘛 从猪年一直火到龙年嘛 对吧 刚才说了火 对啊 对 但其实很多人的名字当中啊 我觉得有点水 你比如说啊 金翰 余浩明 董捷 是不是很水 我告诉你 怎么能说别人名字里有水呢 说三点水 对吧 而且他们名字里 虽然有水 演戏可一点不水 不像我 不像现在有些电视剧啊 名字里虽然没有水 但内容太水了 水得很了 明明三十集的电视剧嘛 可讲完的故事 哎呀 非要拍六十集 不 六十集都不好意思 打招呼了 八十集才刚起步 一百集才算是大投入了 天哪 照照拍下去的话 未来的电视剧 我估计二百集都收不住了 没法看 对了 所以借此机会啊 今天晚上 我郑重呼吁 咱们所有的电视剧人们 咱们以后做电视啊 多来点干货 少来点损货 好吧 好 对吧 来点实实在在的了啊 今天其实还来了 很多的老朋友 对 比如说唐燕和罗进 是吧 看大家没吃饭 今天又来撒狗粮来了 真是的 还有比如说李小冉 李小冉 哎呀 这皮肤 洁白 透亮 对 你看这个区域 这区域的 这个一众明星 在他的衬托之下 感觉脸上都脱了反光板似的 他旁边那个人 我特喜欢 好演员 于和为老师也来了 圈内著名的动靈男神 是 于老师去年 有一部电视叫 《猎毒人》 播得挺火的 但你们不知道吧 观众朋友们 这部戏啊 是他三十年前拍的 真的 不会吧 真的 因为他三十年前 和现在长得一模一样 来你们不信你们看看 大屏幕 你看 真一模一样 对吧 没什么变化 保养得很好嘛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就用 2018年的电视剧的名字 来做个总结吧 好 您先来 我先开个头啊 我曾是一个猎毒人 揭穿了真爱的谎言 最后成功脱身 经历了无数次的归去来 在创业时代的大潮中 成为了幕后之王 可以啊 怎么样 要怎么说你话多呢 来吧 那我来 我曾是一名光荣的月嫂先生 经历了急速青春 遇见了正阳门下的小女人 很想对他说一句 好久不见 好 最重要的是 让我们所有的电视剧人 在2019年 我们一起跨过了 时代的大江大河 共同迎来了 美好生活 谢谢 谢谢金星 谢谢郑凯 开启了我们美好盛典 好 来宾们 朋友们 同好们 粉丝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SMB影视剧中心 和东方卫视 联合呈现 由上海电视艺术家 协会协办的 2019电视剧品质圣殿 每年呢 我们都会相聚在这里 为中国电视剧 内容品质的提高 助力加油 今天呢 我们特别高兴 因为又有一位 巨星主持 加入我们的行列 掌声欢迎 演员刘涛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演员刘涛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也是 东方卫视品质圣殿的 老朋友了 每一年都会来到这里 和各位梁氏一友 一起聊一聊 工作的经验 汲取品质的养分 那么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 从台下走到台上 和大家一起见证 品质的力量 是的 在过去的一年中 中国电视剧人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思想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承担其具旗帜 具明星 欲新人 新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努力开创 新时代中国电视剧 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在每一位电视剧 《追梦人》的共同努力下 上一年度 中国电视剧 这颗迎评之术 可谓是硕果累累 一大批优秀的作品脱颖而出 他们不仅为中国电视剧的发展 写下全新助教同时 也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献上我们真挚的祝福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将开始摘取 一颗一颗的品质硕果 第一组揭晓的品质 推荐人可以说是非常重量级的 他们也是我们中国电影的品质组合 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王景春 永梅 欢迎两位 祝贺两位 这也是中国电影人的一份骄傲 大家好 我是永梅 很开心跟景春一起 来到品质盛典 大家好 我是王景春 那个永梅你是第一次来吗 对啊 我是第一次 你应该也是第一次吧 对对对 我希望我们能够下次再来 那你就要多拍电视剧啊 对 我希望我们第九电场 能够改编成为电视剧 接下来该是揭晓 年度观众喜爱品质巨星 年度观众喜爱品质巨星 张东宇 她是幕后之王里 人见有脸的布小谷 成为制作人 是我极致且唯一的理想 从懵懂无措的菜鸟实习生 到光芒淋漓的金牌制作人 成长之路步步惊喜 灵动又俏皮的表演 观之可亲 黄轩 她是创业时代里勇往直前的郭新年 如果我们把这款软件研发出来了 它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音软件 它将是世界未来的潮流 在互联网江湖里弄潮而歌 直上与情感的惊涛骇浪 挡不住奋斗的脚步 引发观者共鸣 我们掌声有请周东宇 黄轩 有请两位 首先请两位摘取属于你们的品质之果 好 请到我们台前来发表品质感悟 好 东宇先来 感谢推荐人 荣幸 同同大家的厚爱 我要感谢幕后之王 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感谢幕后之王让我了解到幕后工作人员的辛苦 再次为幕后的英雄们 幕后之王们居一共说一声感谢 今天是我第二次来东方卫视电视剧品质盛典 特别的荣幸 特别高兴 盛典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荣誉 我也特别感恩能够遇到创业时代这部戏 能够遇到郭新年这个角色 他对梦想的坚持和热情 也打动了我 也点燃了我 我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好的作品 好的角色 带给大家 谢谢 祝贺你们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要请景春和勇梅继续我们揭晓 下一组获得荣誉的演员 接下来我们将推荐品质表演巨星 其中一位呢 是我在电视剧脱身中跟我演过对手戏 尽管没有第九天长 但是他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极其深的印象 那另一位呢 我们也合作过 那个时候他还是个高中生 我们在一部电影里面演母子 他们是谁呢 年度品质表演巨星 万千 他是脱身里外柔内刚的黄丽文 可不可以帮我找到组织啊 演绎菜鸟特工的成长 完美诠释出在特殊情景下的复杂心理活动 以品质表演深入人心 董子剑 他是新生代的翘楚 在大江大河中 塑造的江村小货郎杨群 聪明讨喜 通过个体经历 折射出时代发展的历程 显露出过人的演技 只要有我杨群在地一天 就确定不会出现假货 欢迎两位 请登台领取品质之国 我很喜欢品质两个字 我觉得能够成为一个有品质的演员 是我作为演员来说希望一直坚持下去的 如果非要在这个时间上面加一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第九天长 来 子剑 子剑刚刚和永梅老师都在聊什么 我看聊得特别多 因为我从拍第一个电影之后就没有见过永梅老师了 所以这是多少年了 我也出道挺多年的了 有七八年的时间了 是吧 那刚才曾经的妈妈给你关照些什么吗 她表扬了我 我很开心 永梅老师第一部的时候也教了我很多 因为那会儿我完全不会演戏 演着演着出话了 对不对 然后感谢她的包容吧 然后也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郑武阳光 感谢侯总 孔生导演 黄伟导演 包括组里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给我的帮助支持 然后对 都挺好 最近我在追都挺好 然后对 期待大江大河岸 我会更加努力 谢谢 祝贺子剑 谢谢 我建议我们今天在这个机会也把掌声送给王景春 永梅 祝贺两位 捧得英雄奖 这也是中国电影界的第一次男女演员同时获奖 而对于景春来说 也是第二次在国际电影界上获得最佳男演员的承讨 祝贺 祝贺 也谢谢各位 的确这就是我们演员之间的一个新火传承 也正是因为有那么多的表演艺术家 甘愿为我们的年轻演员做榜样 做示范 甚至做绿叶 才有了我们中国电视剧的勃勃生机 新人辈出 是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向各位预告 由王小帅导演指导 王景春 永梅所主演的 刚刚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英雄奖的影片第九天长 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多多支持 多多关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 本年度在上海地面电视剧迎评上 大放异彩的电视剧作 这些电视剧的评选是综合了作品的 思想性 专业性 创新性 融合力的四个维度 并结合播出平台收视率 进行综合评价的 是的 那接下来呢 获得年度新闻综合频道 以及电视剧频道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作 有哪些呢 新闻综合频道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作 追踪者 面具 猎才狼 娘闹 生死连二 电视剧频道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作 烟花一冷 海边女人 绽放把百合 婚变 热血未情 首先让我们欢迎新闻综合频道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作代表 接下来呢 也让我们掌声欢迎电视剧频道 观众喜爱的电视剧剧作代表 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你们 在2018年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温暖人心 温暖时代 温暖社会的作品 祝贺 那我们将要揭晓的是年度影响力巨星 让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演员周冬雨 吴立鹏 崇丹一 欢迎三位 我们三个是电视剧《幕后之王》里边 剧中的铁三角 我们都是总编室的 然后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荣誉叫做 年度影响力巨星 对 没错 就是我们剧中的老大 那我们剧中的老大是谁呢 年度影响力巨星 罗靖 他是在虎学狼窝里 如履薄冰的物体 纪元 他是拒绝接受父辈护盟的留学生 舒彻 从现在开始我不自食其力 不在花架里一分钱 他是呼风唤雨的王牌制作人 淳于乔 我是一个专业的制作人 是幕后 举手投足 都是戏 变化多端于一体 他正在以谦逊勤勉的专业精神 悄然影响着当下的银瓶时尚 祝贺罗靖 有请 首先要感谢SMG影视剧中心 谢谢东方卫视 然后要感谢我们幕后之王的三位优秀的制作人 能够给予我这样的肯定 在新的一年里 我将会带着归去来的初心 破冰前行 最后再感谢为我们中国电视剧付出的每一位幕后之王 我们都是追梦人 一直在路上 谢谢 接下来我们欢迎品质会电视演员刘亦军 童谣 欢迎两位 今天晚上非常荣幸能跟刘老师一起来 揭晓这组年度品质表现力巨星 其中一位跟我在伪装者中扮演过师徒 我觉得他能轻松地驾驭美女 仙女 魔女 妖女 宅女 乖乖女 可以说是百变 还有另外一位呢 他不仅颜值在线 会唱 能跳 演技还特别好 那他们是谁呢 年度品质表现力巨星 宋毅 她是创业时代中敢爱敢恨的职场女性 在互联网浪潮中奋力大 把合同拿出来 我现在就签了 也将自身的情感历程演绎的层次分明 于昊明 正怕是执迷不悟的杜明礼 是坚守命运的手中人 是随和风趣的顾言之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怎么往前冲 我怎么打仗是我的事情 无论上海情势还是家长里短 他在各种题材中游走 提炼出生活的本真质感 恭喜宋毅 于昊明 有请 先请两位摘取品质之伙 非常感谢东方卫视给了我这个荣誉 我觉得作为一名演员 这个荣誉能够很好的支持和鼓励我 继续在我的演艺道路上做一个非常真诚 有品质的演员 我发现我跟东方卫视的这个缘分不浅 然后今年又有一部戏在东方卫视播出 觉得演员还是必须得每一步都走踏实 然后认真对待每个角色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年度周波剧 突破表现演员 下面这两位可以说是受到了 横跨多个年龄层观众的青睐 他们在周波剧的平台上深受热捧 在网络上也很受观众的喜爱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谁 年度周波剧突破表现男女演员 张天爱 她是国产饮品上一道优美风景线 大胆挑战古装题材 要是有个人这么对我 死了也甘愿 实现形象与演技的双重突围 无尊 她是华语世界不可多得的优质偶像 在正与鞋之间切换自如 折服许久 中风少年 以闪亮归来 恭喜无尊张天爱 有请两位 在去年我有两部作品 在我们东方威视播出 一部是舞动乾坤 另外一部是爱情进化论 所以非常感谢 SMG感谢东方威视 感谢这部剧的制作公司 深蓝影业张力导演 以及所有的演员 还有我的很多很多的演员朋友们 谢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哈喽大家晚上好 我是无尊 首先要感谢 SMG还有东方威视 这个角色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突破吧 对 然后我觉得突破 我常常都需要勇气 更需要的是机会 所以也感谢导演 黎叔导演 还有就是我们舞动乾坤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 年度演艺风格巨星 欢迎演员王磊 李小萌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磊 身边的这位 是我的太太 萌萌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小萌 我身旁的这位是我的先生 雷雷 你很萌 你很雷 接下来我们要向大家隆重推荐的是 年度演艺风格巨星 女演员 可以说这两位老师都是极具个人风格 而且很多人见到她们都会喊一声妈 其中有一位老师就演过我的妈妈 这两位老师其实他们也引领了中国妈妈的潮流风向标 一位是天籁美妈 另一位是红唇辣妈 我听说今天好多的妈妈粉也是来follow她们的唇膏色号的 这两位老师到底是谁呢 年度演艺风格巨星 许帝 从我的前半生到月造先生 她自称一派成了一人牵面的妈妈专业裤 没事一大男人好好的 做什么月造啊 表演浑然天成 有口皆碑 苏小明 她在大江大河里 贡献了洗尽千华的表演 反正我什么都不做了 我不做了 想老太太形象流动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有请许帝老师 苏小明老师上台摘取品质硕果 请两位老师发表品质感悟 苏小明老师您好 我们对您的歌就是有深刻的印象 可以说是内心当中最灿烂最温暖的回忆了 您从一个顶着巨大光环的这个歌手 又成为一个品质巨星 您今天有什么感悟 会和我们一起分享 首先想感谢主办方 今天能让我以一个演员的身份 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苹果对于我来说 是沉淀淀的 感谢郑武阳光 感谢我的儿子杨硕 儿媳部童谣 还有王凯 董子健 及所有所有和我合作过的同伴们 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 今天啊 其实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有一个提议 我们的全体观众朋友们 能够一起为苏小明老师 送上一首他的经典曲目 那首温暖的歌 这么多年都是我们听小明老师的歌 今天我们线上的所有的观众 可以唱那时大家熟悉的 军港之夜 送给我们的小明老师 大家一起来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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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造一样 轻敲敲敲 海浪把阵间紧紧地扬 年轻的水瓶 偷尘着波涛 睡梦中逃出 甜美的微笑 海风你轻轻的吹 海浪你轻轻的摇 年轻的水瓶 偷尽老 带到了祖国 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的水瓶 好好睡觉 我特别想再说两句话 我唱了十年的歌 演了十八年的戏 八零年 因为军港之夜这首歌 使观众朋友们认识了我 这首歌它代表了一个时代 因为这首歌使观众朋友们认识了我 我也得到了太多的厚爱 我在这里感激你们 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十八年来 我一直努力 想摆脱军港之夜这个花环 因为我不想活在过去的荣誉里 也不想永远回忆 我还想继续往前走 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有品质的好演员 我会继续努力的 希望朋友们能继续支持我 关注我的作品 谢谢你们 谢谢小明老师 这发丝佩服的内心感言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年轻演员们 也会随着你的脚步 不断地向前迈进 为时代欧歌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苏小明老师 谢谢您 那刚才许帝老师真的 也是非常歌声 很打动我们 我们知道许帝老师 已经好几年了 都摘取了品质说过 今年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再次来到这个舞台 摘取了SMG和东方卫视的品质的苹果 感谢对我的认可 我从事舞台艺术四十多年 我觉得一直是热情和努力支撑着我 但是我在电视剧当中 收获了很多的亲情 比如说台上的我的儿子儿媳妇 比如说小冉 比如说黄轩 他们都演过我的儿女 这也是我在电视剧和艺术创作当中 一个意外的收获 感谢 感谢 谢谢许帝老师 我们知道许帝老师 也是非常优秀的曲剧演员 能不能在这边 也为我们来一段经典的唱段 也让我们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我跟那个浩明一样 我今天是感冒 咳嗽特别厉害 嗓子一直哑的 那我唱两句 我们的柳子枪吧 不行 真的是不行 哑都哑不下去了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下次我一定好好跟你们唱 没事 这是许帝老师 给我们留个悬念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小明老师 许帝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 那萌萌 你觉得 一个演员 个人的风格 和他塑造角色的性格 这之间是个什么关系 就是那种 你终有我 我终有你的感觉 这么没分 那就是说 互相扶持 互相成就 以成相待 相心换心 是吧 这样才能孕育出来 一个栩栩如生的 有生命力的角色 你看我这解释的还行吗 获得年度演艺风格巨星 男演员的是 年度演艺风格巨星 李乃文 他在美好生活里 一装一携 妙语如初的笑话 不发真言 可受不了你这种 太重了 以随性洒脱的姿态 重新定义了幽默男人 刘亦军 他在成红年代里 时而阴毒狠辣 势主上位 时而情深义重 执着报恩 星雀的演绎 展开角色的多样性 你想让我生不如死 我这就死给你看 让我们掌声恭喜 李乃文 刘亦军两位老师 请两位老师上台 摘取品质之果 就是看服装 感觉两位老师 一定平时关系非常好 我感觉他们是两个人 把就是一套服装 拆成两个人穿了 这配合这么默契 特别有风格 对 确实好像我们俩商量过一样 非常高兴 乃文跟我一块 获得这份荣誉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最幸福的是拿到一个好的角色 然后还有一个好的团队 然后在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上播出 很快地跟观众朋友们见面 在这里我要感谢 所有城湖年代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辛苦地付出 谢谢你们 感谢 接下来有请李乃文老师 你们的观察力非常好 因为我们刚才在后台聊天的时候 还没发现我们俩怎么这么的登队 我跟义军兄没有合作过 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人 以后肯定会有机会合作 而且肯定非常默契 这就叫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是这个意思的 说句题外话 我平时真的不爱吃苹果 但是我估计从今天开始 我喜欢上苹果了 今天上台有点忐忑 因为之前演过的一些角色 都是坏人 以坏人为主 但是我今天 我发现义军兄演的坏人比我多 我心里踏实多了 能够让我得到这个小苹果 让我真的非常高兴 谢谢 感谢你们 再次掌声恭喜我们的李乃文老师 两位这么有风格的演员 来到了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也是不能够轻易放过的 所以呢 我们得想着法子来考验考验 李乃文老师说的一个词 就是启发了我 小苹果 这首歌快智人口谁都会唱 也不用你们唱 是吧 就可以用各自不同的风格 来朗诵一下 小苹果里边快智人口的歌词 这样吧 咱们把词改改 也可以啊 好不好 好 二度创作一下 这是咱的小苹果 给我多少都不嫌多 品质盛典在直播 东方卫视 真 真的 火火火火火火 好 谢谢大家 好 两位老师表现 没得说呀 掌声送给李乃文 刘义均两位老师 谢谢 同时 同时也感谢王磊 感谢小苹果 好 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年度新人 欢迎品质推荐推荐人演员 能够能够组 能够组 能够组组 能够组织加油 秀外会中 祝贺 然后王童姐 然后王童姐 很高兴 第一次来这儿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 淑月 我也是作为演员 第一次获得这样子的荣耀 我很紧张 希望以后在演员这条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谢谢 大家好 我是陈丹妮 这个荣誉对于我来说是鞭策 也是起点 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导演李俊 感谢制片人 于宇姐姐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于继伟 很激动 能拿到东方卫视品质升典 给我的这个荣誉 也谢谢所有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我会继续努力 感谢东方卫视 也感谢SMG给我这个荣誉 很开心 我非常感谢我们爱情进化论 整个剧组台前幕后的你们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吴立鹏 感谢幕后这帮的所有工作人员 谢谢李俊导演 谢谢罗吉尼大哥 谢谢东宇 谢谢丹妮 跟你们工作非常开心 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 年度全能艺人 欢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郑凯 吴尊 大家好 很高兴 今天由我和吴尊 来为大家揭晓 年度全能艺人 其实我觉得吴尊哥 就非常的全能 首先他是一个好演员 又是一个好歌手 更重要的是 还是一个好爸爸 哇 你过奖了 我觉得 郑凯你也是一个 全能艺人 能演 然后能说 还能跑 所以我才 我觉得你才是演艺圈的 就是三项全能 我觉得你说的全对 好 咱俩就别互夸了 来看看这个 年度全能艺人 他究竟是谁 请看大评 年度全能艺人 许卫舟 他有职场精英 和贴心暖男的 双重属性 两个人的感情里 没有甲方跟乙方 我们是平等的 阳光气质 和动人歌声 集于一体 让他在每一个领域 都能游刃有余 收获无数拥躬 金翰 他是铁血军人 与富雅公子的 完美合体 拥有俊朗的外形 和非凡的实力 我 我 李志成 喜欢林浅 山河可见 无论音乐 综艺 还是影视剧舞台 在多个领域 他都能轻松控场 掌声恭喜 我们的年度全能艺人 许卫舟 金翰 上台摘取属于你们的 品质之国 也请两位发表 我们的品质感言 金翰先来 在座的前辈们 还有观众们 你们晚上好 我是演员金翰 今天很开心 能够站在这儿 也感谢SMG和东方卫视 然后拿到了一个硕果 我希望我自己 在未来越来越扎实 然后我要尽己所能 把一切最好的东西 带给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再次恭喜金翰 有请许卫舟 大家晚上好 我是许卫舟 刚出道的一两年吧 我一直在唱歌 然后这两年 又开始演戏了 最近呢 其实也在剧组 在深圳拍戏 今天能够回到家乡 回到上海 希望之后能够 给大家带来 更多的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我觉得其实现在 在舞台上的这四位 都是非常全能的艺人 可以说会演 会唱 会跑 会跳 可以组一个组合 叫做无所不能 既然什么都能 照我们惯例 也得跟大家互动一下 来一个动作组合 展现出你们四个人之间 那种默契 摆一个姿势 来 掌声送给四位 三 二 一 开始 金翰的手势真明确 我觉得他们胜利啊 就感觉确实 我们都是无所不能 再次感谢四位热心互动 谢谢 对 也再次恭喜两位 谢谢 在冰冷森林中 我已孤独穿心太久 像被人的空关头 谁在意心里的胸 那条冰冰的山坡 可以终结着寂寞 那就远走吧 奔向遥远的天际遨游 陪你养手直到世界尽头 渴望的心不要理由 善良的青春岁月 紧握住温暖的双手 那些错过了冬心的眼泪 为了珍惜今天所拥 阳光下的温暖的双手 阳光下的温暖 写满写满真心的位置 是属于我的星球 让我不能停留 我们在追求 为了理想之处奔走 追忆童年的自由 已变成奢望的梦 来去匆匆的脚步 如同时光的沙漏 擦亮那星空 光芒会照亮我的方舟 陪你养手直到世界尽头 渴望的心不要理由 善良的青春岁月 紧握住温暖的双手 那些错过了冬心的眼泪 为了珍惜今天所拥 为了珍惜今天所拥 阳光下的温暖 写满写满真心的位置 是属于我的星球 让我不能停留 让我不能停留 让我永不回答 我永不回答 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 年度品质巨作 这些作品是经济了 SMG的黄金时段的 电视剧综合评价体系的评审 最终脱颖而出的 让我们有请品质推荐人导演 姚晓风演员宋毅 大家好 我是姚晓风 大家晚上好 我是宋毅 非常荣幸 东方电视台能请我来 颁布这个最佳品质巨作 这些很有品质的巨作里面 也有一些栩栩如生 有血有肉的人物 那下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一起揭晓 年度品质巨作这项荣誉 年度品质巨作 裂读人 从平民视角切入 描绘出一场黑暗与光明的对决 堪称极毒题材的匠心之作 真爱的谎言之破冰者 该剧浪漫与血食病重 成为极毒题材一道 别样的风景 好久不见 该剧通过80后青年一代的成长历程 以奋进回馈时光 用血食温暖人心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该剧在《纯爱的故事线索》中 注入激烈的商战元素 点燃了中国制造的爱国激情 创业时代 通过情感与理智的交叠 折射出新一代互联网人 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之光 脱身 通过小人物视角切入 爱情和谍战双线并进 呈现出一段别样精彩的传奇 有请剧组代表登台 祝贺你们 同时让我们有请上海文化 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东方卫视中心党委书记 袁磊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陈宇仁 为他们授予品质硕果 在这里呢 我们代表东方卫视的观众 也感谢以上的剧作方 为我们2018年的东方卫视迎评 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好剧 也期待你们2019年有更多的剧 登陆东方卫视 再一次恭喜年度品质剧组 同时也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 谢谢 恭喜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徐鸿浩 曹征 接下来我们将为各位揭晓 年度飞跃表演巨星 其中有一位和我多次合作 还有一位 在我的心里 她是一个演技与颜值并存的 优秀的年轻的女演员 请开大屏幕 年度分月表演巨星 交俊燕 她是冷静坚韧的女警 虽因性格不合群而深陷迷茫 但维护正义之心 让其凭借超长记忆力屡破其案 侯梦莎 她是性格直爽的女警化 枪林淡雨是家常便饭 出生入死是生活常态 与独作战绝不后退 潘芝林 她是为求真相不屈不挠的都市女孩 面对人生巨变 她的勇敢姿态令人肃然起敬 掌声欢迎各位 邀请你们摘下属于自己的品质之果 也请发表你们的品质感悟 恭喜焦俊燕 侯梦莎 潘芝林 欢迎 大家好 我是焦俊燕 拿到这个鼓励 我觉得还挺开心的 我会加油 谢谢 拿着这一个沉甸甸的小苹果 我想我以后的路走得更踏实 把每一个角色体会到心里去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是潘芝林 谢谢你们的帮助 才使我这个谈豆豆这个角色 能够更加的发光发财 我会再接再厉 拍出更多有品质的作品 呈现给大家 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鼓励的掌声送给他们 也感谢我们的品质推荐人 谢谢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 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演员 唐燕 罗晋 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演员 唐燕 罗晋 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 年度突出表演巨星 那这两位呢是我的大学同学 在去年的时候他们饰演了一对夫妻 土地头的农村女孩宋运萍 小辉 咱们考上大学了 把青春奉献给挚爱的土地 质朴无花的表演震撼人心 杨硕 他是大江大河中心情务实的农村改革者雷东宝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地分配到你们每个人 荆棘进取的拓荒者用豪迈而坚定的脚步 书写出一幅深情饱满的时代篇章 祝贺两位有请童谣杨硕欢迎 好我们先请两位领取品质之果 表演离不开剧本和制作团队 在拍大江大河这部戏 我在尽限的三个月里面 真的每次回想起来那段日子 都让我心里特别温暖 感谢的是我的搭档王凯 还有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同学杨硕 在戏里一直欺负我 但是戏外对我很好的小明姐 以后如果我们再合作 我不会让你生气喝那么多碗粥了 我刚才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突然有一种这个罪孽感 去年是我跟涛姐一起站在这儿的 然后今年我就跟童谣站在这儿了 感谢大江大河里面的每一位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还有我妈妈 小明姐 刚才我感动死了 祝贺杨硕 祝贺杨硕 其实呢应该说 东方卫视会给杨硕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刚才呢唐妍已经提到了 台上的四位有三位 是大学同班同学 我们今天拿到了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那就是童谣和杨硕 12年前的毕业照 大家想看吗 刘涛你对杨硕比较熟 你来评价一下吧 童谣一点都没变 还是这么的美 但是杨硕长得是着急了一点 但是也没有关系 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真 不忘初心的人 所以就算你现在长得 胡子拉擦的样子 我觉得你依然还是很帅 今天既然是同学聚首 我觉得可以互相来说一说 杨硕 对的确我们俩 在大学是大段子最多的同学 我觉得他还是 就是对表演的那份热情是没变的 因为我这次跟他拍戏 我觉得他还是当年那个 能在排练厅 就是把道具什么都搬好 然后等着第二天交作业 能睡在排练厅的那个大男孩 变化的就是越来越着急 越来越着急 那我们请越来越着急的杨硕 走到童谣身边 这个说女同学可不好说 没变的 没变的我觉得瑶瑶和唐唐他们俩 都是还是那么美 然后是还是那么单纯 变的就是越来越油墙滑掉 而且还会还会挑戏我 是带着联系与爱的欺负哈 来唐嫣 你也可以来说说他们 其实这是我毕业之后 第一次跟童谣在工作场合见到 同学的情谊 我相信再过多少年 几十年都是不会变的 还是亲切感 然后杨硕的话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就演过我爸 其实真的没有怎么变 变的可能真的就是童谣说的 越来越着急 而且刚才刘涛呢 在私底下也给我们介绍了 杨硕曾经私下放言跟刘涛说 只要跟我合作过的 演过我恋人妻子的女演员 我说过这话吗 你说过这话吗 不知道他会不会有那种表现 就是说一到现场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在布灯的时候 他会一直在那做佛撑 因为我跟他合作两次 我发现他都有这个习惯 真的吗 今天要试一下吗 我不知道有这么多环节 我这满脑袋汗 给点鼓励 为了马上的新戏做准备 罗敬变成了他的服装助理 可以了可以了 因为我那颗扣绷得太紧了 我要干嘛 算了算了 我们不为难你了 可以了可以了 不为难你了非常感谢 更加的谢谢你们给我们分享了 那么温暖那么美好的回忆 好也谢谢我们两位推荐人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向各位介绍一位最牛的人 其实非常有幸的是 当我还是一个新人演员的时候 和这位艺术家合作过 当时我的戏份很少 这位艺术家的戏份 其实也没有很多 但是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非常用心钻研他自己的角色 一点一滴 我都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 真的是为我们的新人 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让我们肃然起敬 是的 那他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 又是一位怎样最牛的人呢 让我们请出推荐人陈坤 大家好我是陈坤 有点紧张 关于表演 有一句经典的话 没有小角色 只有小演员 角色不分大小 范围不分高低 有的人演了很多的主角 但可能还只是个小演员 但有的人演了一辈子配角 却用精湛的演技和完美的艺德 征服观众 成为观众心目中 获征驾驶的大演员 接下来我们提到了这位演员 这位艺术家 今年已经84岁了 他常常说自己是小演员 因为他说他个子小 因为他演的都是小人物 他还自嘲说 自己小时候演流量儿 年轻的时候演小战士 到老了还要演小老头 一生都跟这个小子离不开 可他真的小吗 不 他在我心目中 是真正的大演员 三九天的两丈深水池 老人家说跳就跳 零下十几度的冰天雪地 光着脚站在大雨里 老人家说干就干 从驴壁上摔下来 断了两根肋骨 硬是让人用担架抬到现场 把余下三天的戏全部拍完 因为在他心里 有着对表演最虔诚的尊重 去年他以83岁的高龄加入党 实现了一生夙愿 人们对他肃然起敬 因为这才是大演员的大情怀 感谢他一生的坚持 他的精神是我们年轻一辈 需要时刻谨记和学习的 让我们带着自己最初的梦想 踏踏实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接下来邀请所有的朋友 献出你们最真诚的掌声给这位老师 他就是刘奔老师 欢迎今年84岁高龄的牛本老师 现在我们请陈坤把充满敬意的品质之果 交到牛本老师的手中 这是年轻演员们集体为牛本老师送上的一份敬意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去年牛本老师已83岁的高龄入党了 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地给牛本老师写信 勉励牛本老师继续在从一座人上做表率 带动更多的文艺工作者 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今天我想代表这么多年轻一辈 问您一个问题 您一辈子演了这么多的小人物 演了很多的配角 其实演主角并不多 您会觉得遗憾吗 没有遗憾 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的说 小演员就是有 因为我在电影场里头工作了这么多年 从来人家没说我是大演员 因为我长得小 我从来不跟那些个长得高的人判比 所以我总是小演员演小角色 这就是谦虚的牛本老师 非常感谢 虽然不是一个真苹果 但是我会天天看着 因为它不会烂的 谢谢你们给我的这份光荣 我将永远把它保存起来 谢谢 那陈坤作为年轻演员代表 今天有什么话要送给牛本老师吗 我哪有什么资格说 我只能说我要向牛本老师学习 我会努力地好好演戏 这也是年轻演员的一番心声 我们在这里也再次把充满敬意的掌声送给牛本老师 感谢您为我们塑造了这么多光辉的小人物的角色 谢谢您 再一次感谢牛本老师 感谢陈坤 观众朋友们 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 除了人物 情节 能够深入人心之外 他的歌曲 也同样是快至人口 耳熟能详 我们要有请电视剧界的金曲歌王 韩磊老师 有请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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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这样是日期 明日回忆话过后谁本来 任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过 我既然曾经拥有 我的爱就不想停顿 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 等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 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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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 秋天 食封 何人 已经无路可躲 但是爱不能多 永恒的心与怀梦交错 生死抉择 早已由不得我 我听声在此刻 在此刻 谢谢韩玲老师 给我们带来了 三首影视金曲的串烧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推荐的是 首席新媒体合作平台 首席新媒体合作平台 新浪微博 腾讯视频 让我们欢迎新浪微博台网 聚集中心总监 程慎林 企鹅影视影视版权中心 总经理方方登台领取 硕果 有请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 把掌声送给他们 也谢谢我们 共同的合作 谢谢 祝货你们 接下来我们将推荐的是 年度品质编剧 欢迎品质推荐人编剧 马博庸演员张天爱 有请两位 其实马老师您知道吗 我对您有一个小小的误会 因为我看过您的小说 您的笔下有很多传统文化 有满满的历史 我真觉得您已经 就是七十八十 但我没有想到 其实马老师 是地地道道的八零后 其实这个 作为一个作家 我一直觉得 一个好的伟大的作品 不光是讲好一个故事 同时还要表现出 一个时代的风貌 所以接下来 就是颁给这些 既能讲好故事 同时又能表现出 时代风貌的人 大江大河完美还原了 原著小说的精神内核 创作上尽显严谨 剧其不娇柔造作 不刻板无趣 以时间变迁为纵深 依托人物的生活际遇 来彰显时代精神 有请袁克平老师 今天我们的编剧 唐瑶因工作 无法来到现场 由郑武阳光影业副总裁 李化斌代为领取 上海的奖特别难拿 我拿了一辈子 还第一次呢 在这里我要感谢 伟大的上海 他以宽广的胸怀 包容了我们 也就滋养了 大江大河这样优秀的作品 感谢大江大河的演员们 谢谢你们优秀的表演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揭晓的是 年度魅力巨星 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 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 韩志杰 演员吴景岩 欢迎两位 其实我觉得 景岩不管是在戏里 戏外都是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人 我认为很多演员的魅力 其实是活在角色里面的 如果能把一个角色的魅力 精力地释放出来 那就是一个演员的成功 接下来呢 我们向大家介绍两位 独具魅力的演员 请看大屏幕 年度魅力巨星 杨紫山 她是好久不见里面 率性乐观的创业女孩 在追逐理想和爱情的 双重道路上 亦往无前 你真的觉得钱和房子 可以买到一千 灵动且果敢的形象 魅力四射 郑凯 她是好久不见里面 我行我素的霸道总裁 在财富与情感的困局中 经历人生蜕变 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光明磊落 见得了光 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 鲜活而深刻的表演 魅力全开 恭喜杨紫山 郑凯 欢迎两位 好 请摘取品质之果 再次用掌声 恭喜杨紫山和我们的郑凯 先请发表感悟 我觉得刚才那一幕 主要是 有可能是郑凯紧张了 我知道郑凯因为 这个从13年 那个至青春开始啊 就追紫山 没追上 追了五年 到了好久不见 才追上 所以刚才又一次 拜倒在石榴群下 是这一次吗 有可能是这样的 要谢谢紫山 演完这个至青春之后 还敢跟我合作 演了好久不见 所以 特别的默契 跟她演戏 我觉得也特别的开心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和东方卫视 在东方卫视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 他们给了我一个和 郑凯在至青春以后 五年以后 我们又有一次这样 合作的机会 那其实这个鼓励 对我来说是 我的第一个拍剧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鼓励 我觉得 很开心 然后也很珍贵 然后希望 从今以后 能有更多的机会 参与到 有品质的 作品当中 谢谢大家 也再次恭喜两位 魅力巨星 恭喜两位 那今年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七十周年 在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 电视剧工作者 心怀崇敬 通过一步又一步的 品质 加作 记录英雄 塑造英雄 欧歌英雄 这一个又一个鲜活 而又生动的 英雄形象 通过电视音频 传递弘扬 英雄主义和爱国情怀 凝聚力量 激励人心 接下来就让我们 请出几位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迎品英雄 为我们讲述 他们的英雄情怀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凯 我在大江大河里 扮演的宋云辉 不是个通常意义上的英雄 他没有面对 生死抉择的考验 却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恒心 在平凡的生活里 活出了对社会伟大的价值 宋云辉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这代人 面对忽如其来的社会变革 终于无法再安于现状 又于贫困 置之所趋 穷山俱海 不可阻挡 靠着一股革命者的勇气 批波斩浪 闯出狭小水域 汇入海洋 这几句话 直到现在还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 宋云辉的成功来自于 他眼神里那与生俱来的倔强 宋云辉的成长 则是这个充满伟大 变革的时代 所赋予他们的使命 不禁狂澜走沧海 一拳天雨压朝头 这句话不仅是宋云辉 这一代人的写照 也可以送给 每一位时代的弄潮儿 每一个勇敢的竹梦人 在滚滚长流中 不忘初心 在紧急之路上 砥砺前行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磊 我同样 已曾经扮演过英雄而感到自豪 他就是 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 孙少安从小没怎么读过书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地里干活 没事儿他就会站在黄土坡上 扯着嗓子喊上一曲 信天游 我只能描迹 我只能把自己放在这里 你年龄也会换在书 你能够来 我只能把自己放在那里 我只可以把自己放在那里 其实绍安他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粗人 这样一个像他脚下泥土那样朴实的平凡人 也是英雄吗 他当然是 他的英雄气 就是他那个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心 他说 凭什么农民就要瘦一辈子穷 我就是要让庄家人的光景从此有个笨头 黄河水总有清的那一天 人不能穷一辈子 是啊 在平凡的世界里 没有枪林弹雨下的出生入死 但有砥砺前行时的坚韧执着 或许命运有太多的不确定 但幸福的生活 终究要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这才是平凡世界里最高大的英雄 即便最平凡的人 也要为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 而去奋斗 大家好 我是王宝强 始冰突击力许三多 使我演员生涯中非常骄傲的一个角色 因为我和许三多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许三多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战士 在完成333个出步绕杠之前 没有人能看得及他 一直被别人嘲笑 被骂是个弄兵 可他说 要好好活 做有意义的事 他一根筋 执着地往前走 许三多的话并不多 从来都是用行动和努力来说话 所以他面对绝境 他爆发了 他也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前方是多么的艰苦和困苦 也要不抛弃 不放弃 还记得钢七连的那首连歌 一声霹雳 一把剑 一群蒙古钢七连 钢铁的意志 钢铁汉 铁血为国 保家园 让我们再次用温暖 深情 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三位幼球演员 通过刚才的讲述 让我们再回忆起 由他们曾经在荧幕上扮演的 英雄的经典形象 其实今天啊 在座的好多演员 都在这个电视音频上演过 咱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英雄形象 比如说今天 我们的孙洪磊老师 其实我们也忘不了 你演的于泽成 既然都来了 是不是能够上台 也记性 为我们讲述一段呢 其实我们今天 特别感谢孙洪磊 因为他是带病从北京 来到我们盛典的现场 谢谢 有请 很高兴 很高兴 今天参加这个圣典 我是从北京赶过来了 今天有点感冒 然后甚至食饭了 一直在喝水 也不太敢吃东西 那我说说 我当年演的一个角色 每个演员都有英雄梦 都渴望扮演英雄 我在《潜伏》里扮演的于泽成 就是一个英雄 我最喜欢于泽成在戏中的 有一段台词 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 卖着大步 高唱着战歌 去改变整个中国 那是什么气势 一个小小的于泽成 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 你看见了他 他看见了你 你们挥挥手就过去了 再往前 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对我来说 这就是真正的英雄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孙宏磊 为我们讲述了 他的英雄梦 他的英雄情怀 我想演员们在 饰演英雄的过程当中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洗礼 一次又一次的 更加接近这位英雄 一次又一次的感受 英雄的光芒 此刻 我们要把致敬70年 杰出表演巨星的荣誉 授予台上的四位 感谢他们 为我们带来的天地正气 和时代能量 今天为他们颁发荣誉的是一位 真正的英雄 他1949年入伍 从在抗美援朝战斗当中 先后击落敌机武架 屡获战功的战斗英雄 让我们掌声欢迎87岁高龄的 韩德彩中将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步履矫健的 韩德彩中将 我们先请韩将军把品质硕果 授予我们几位演员 韩将军您对他们熟悉吗 他演的戏我看了不少 将军说 你演的戏我看了不少 您看现场这么多朋友 也是起立向您表达敬意 向英雄表达敬意 我记得是六十八岁 八十六岁了 您看着比六十八岁还年轻 我过去我喜欢文艺 我希望我们的心也 也像老艺术家一样 人家的演好 自己的角色 使人民永远忘了你们 永远记住你们 学习你们 谢谢 谢谢韩将军 谢谢 谢谢 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 但是我们的创作理念是不变的 那就是心中装着人民 从人民中来 接下来我们四位演员的代表 也可以向我们的将军来说一说 你们的这份英雄情节 冯磊 其实我们每演一个角色 都是打一场仗 我一说这个 大家今天参加的这些演员 还有今天没参加的演员 大家都知道 都是一场仗 我们今后会不如使命 将军 我们会打好每一场仗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韩将军和我们的四位 优秀演员 谢谢你们 让我们向英雄致敬 向时代致敬 我曾经依偎在你的身旁 紧紧聆听你心跳的声音 那么美丽 令人沉默 令人沉默 有什么能比得上你的笑容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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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脸 爱的黎明 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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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中国 多想在你怀里 把你的手紧握 想让你 绵绵不解滚烫的热血 从我的心上远远流 我爱你中国 我愿意是你最想盛开的花朵 雪花里 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温暖着 所有的寂寞 雪花里 仍然有那多目的颜色 温暖着 所有的寂寞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揭晓的是实力演技巨星 让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王宝强 李乃文 有请 宝强 乃文哥 好久不见 十分想念 我们俩说相声的 我说的这个好久不见 不光是代表我自己跟你说 你离开电视剧时间是不是有些久 有吗 有啊 所以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归电视剧 其实我也非常想念电视剧的观众 那我也是一直都在期待好的这种优质的电视剧剧本 和精彩的角色 所以我说拜托乃文哥 有机会多推荐推荐我 好不好 因为我也是期待很久了 你少来这套 我还用推荐你吗 下面我们要推荐的两位 实力巨星 这个实力男巨星啊 这个谁都知道 因为电视上还是电影院也经常看到他 但是听说有的人说 我跟他稍微有点像 我是丑版的他 他是帅版的我 不不不不 你俩都很帅 你们俩确实长得很像 直接揭晓吧 揭晓吧 大家请看大屏幕 年度实力演技巨星 李小冉 在下一站别离中 他是情路坎坷的男科医生 我现在只是给未来的孩子找个爹 在美好生活中 他是遭遇人生巨变的美女编辑 我不知道我是爱上了一个人 还是爱上了他的心 在月造先生中 他是心直口快的北京大妞 跟我道不道歉 及现代女性的复杂多面于一身 实力必现 于何伟 在下一站别离中 他是面对中年危机 疲于招架的职场高管 只要公司拿到投资 我结婚的目的就完成了 在猎毒人中 他是深入独潮 与兰共舞的卧底学者 他们是毒贩 我现在也是毒贩 我们得按毒贩的规矩办 他用多变 而又极富幽默感的表演 体现人物层次 彰显实力 先请摘取品质之果 其实大家是不是特别想看 于何伟和李乃文究竟有多像 两人来请一起对着镜头笑一个 我刚刚在底下去看的时候 我跟那个万倩还在聊天 我说为什么 也喜欢演戏呢 其实我的感悟是 寻找自己 把自己可以体会到的情感 真情实感 真的 善的 美的 丑的 假的 能够表达出来 能够传递给观众 我觉得这是我热爱的地方 我热爱的原因 忙忙碌碌的这一年 有这样的一个鼓励 有这样的一次聚会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非常温暖 我也非常激动 谢谢 谢谢SMG 谢谢东方卫视 也感谢列渡人剧组 所有工作人员 制片方 谢谢 特别开心 今天可以和余老师一起 拿到这个荣运的苹果 算是对我去年的 作品的一个鼓励 然后也给我 未来的一年 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 然后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你们 恭喜两位 我个人印象当中 在中国的影视剧历史上 好像还没有一个演员 是演了刘备之后 还能演曹操 今天呢我给你准备了 曹操和刘备的台词 你能在现场一人分饰两绝 一起来一段 煮酒论英雄吗 好久 没演舞台剧了 我是觉得 我找一搭档吧 我能找 保强来帮忙吗 河北市保强的老家 对 就一句 就一句 我觉得就听我们曹操 余和伟的安排了 好 我先来 余岛 不是我先来那句吗 演员 这有前面呢 谢谢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帮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黄轩 新浪微博 运营部副总经理 台网业务总经理 范宇泽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2018年度 东方卫视新浪微博 受网络关注 女演员 那么这位 90后的女演员呢 凭借多位作品 在网络上聚集了 极高的人气 成为了人们话题 跟关注的焦点 她不仅作品 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 她的演技 外貌 还有爽直开朗的性格 都给观众留下了 非常深的印象 究竟她是谁呢 请看大屏幕 2018年度 东方卫视新浪微博 受网络关注女演员 吴锦言 她的气质温润如玉 她在霸气中不失温柔 对于人物的刻画 她显得灵气十足 我相信我以后 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展示出一名青年演员 极强的可塑性 和敬业精神 由此赢得万千网友的 由衷喜爱 根据微博电视剧显示 吴锦言在本次2018 东方卫视新浪微博 受网络关注巨星 点赞活动中 获得众多网友的赞誉 首先非常感谢SMG 影视剧中心 感谢东方卫视 还有感谢新浪微博 其实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 影视剧品质盛典 很开心也很荣幸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 优秀的演员 好的演员 去拍更多有品质的作品 去留下更多有品质的作品 2018年感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喜爱 2019年我想跟自己说 继续加油好好加油 谢谢大家 要恭喜我们的吴锦言 那接下来呢 还要请两位我们的推荐人 继续为我们推荐 那么黄轩 作为一个青年演员 你如何理解演员的价值呢 对我而言 我觉得演员的价值在于沉淀 用时间证明自己 我觉得这样对于演员来说 会更有意义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来揭晓这位 受网络关注的男演员 以及年度最具价值剧情 请看大屏幕 2018年度 东方卫视新浪微博 受网络关注男演员 年度价值巨星 朱一龙 他是当下最具热度的 青年男演员之一 若是我母亲不同 我便一命向往 他在不断演绎 磨练自我中 后继薄发 凭借与日俱增的演技 他将剧中人物 扎根于观众内心 诠释出一名演员的 价值所在 根据微博电视剧显示 朱一龙在本餐零一发 东方卫视新浪微博 受网络关注巨星 点赞活动中 获得众多网友的赞誉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朱一龙 发表品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朱一龙 感谢SMG影视剧中心 然后 感谢东方卫视 然后我会继续加油 继续对演员这个职业 抱着敬畏之心 去塑造好的角色 演好的剧给大家看 然后努力成为一个 有品质 有价值的演员 马上在东方卫视 我们有一部剧叫真朋友 我的真朋友 跟大家见面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谢谢 我们也期待着 其实 朱一龙出道 到2018年 是整整十年 所以十年的演艺之路 走下来 你觉得自己此刻 最大的一个感受 想要和所有喜爱 你的观众朋友 分享的话 是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只要 有自己热爱的视野 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大家就一定要坚持 然后 投入自己最大的热情 在里面 可能有一天 你会实现自己的 理想和梦想 欢迎品质推荐人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CEO王忠磊先生 演员杨子珊 大家好 我是王忠磊 非常高兴 能够跟子珊 一起来揭晓 年度的品质导演 作为演员的话 我觉得通常 作品比较有品质的导演 都会是非常纠结的 我可以理解 这个纠结 其实是一个 坚持吧 只有这样负责任的导演 才有可能会拍出 有品质的电视剧 还有很好的影视作品 年度品质导演 刘江 他是当之舞会的国民导演 也是中国现实主义电视剧的一面旗帜 由他导演的归去来 通过一系列看似简单的剧情 引发出强烈的人性拷问 向观众众传递青春与奋斗 有请刘江导演摘下品质之果 请刘江导演 非常感谢这部戏的所有之音 感谢看过这部戏的观众朋友 和介绍这部戏的朋友 谢谢 谢谢刘江导演 好 我们接下来欢迎品质推荐人 演员 王凯 杨硕 斗子健 哇 三位品质推荐人 有备而来 今天很高兴给大家推荐的是 品质制片人 今天我们三个人呢 每人都带了一样东西要送给他 我戴的是眼镜 因为他有一双慧眼 没有他的慧眼 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更有眼光 每一部剧都能运筹帷幄 成为品质佳作 这位前辈教了我很多道理 然后也给我了很多帮助 所以我把小杨寻的贬单给他带来了 我觉得特别能代表他 有责任 有担当 今天我带来的是感激 那个08年的时候 这个人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演了一部戏叫做生死线 在那个戏里面 我劫持了我现在的老婆 然后他给我生了一儿一女 这个人他不仅仅成就了一个演员 还成就了这个演员的家庭 谢谢 我们请看大屏幕这个人是谁呢 年度品质制作人 侯洪亮 他是品质与收视的宝障 他是艺术与商业的纽带 他打造的大江大河 以鲜活生动的人物 激励人心的故事 以及良心的制作 为观众展开一幕 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 年度品质制作人 当之无愧 有请制作人侯洪亮摘下品质之果 竟然是三份礼物 看来都得送到 侯大岛的手中 真的很感动 感谢节目组这么用心 大江大河这个小说 是从2010年看到的 然后今天完成了 今天我们大家都有所收益 都有所收获 特别开心 所以要感谢一下 原著阿奈 就完成了这么好的一个小说 感谢导演孔生黄伟 感谢在座的 以及不在座的 这么多好的演员们 感谢东方卫视 最好的播出平台 谢谢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将要介绍的是 电视剧荣耀之星 为大家推荐的这位呢 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送来了一段 VCR请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是黄博 那现在在非洲大草原上 所以没法来到我们的电视剧品质盛典的现场 听说呢 我的好朋友 今天会成为今晚的荣耀之星 这个了不得 因为我这朋友确实太厉害了 因为他拍创了属于自己的表演流派 叫大眼派 这个大眼派的不仅是演戏演得好 而且做饭比演戏还好 那获得电视剧荣耀之星的会是谁呢 请看大屏幕 电视剧荣耀之星 黄磊 从人间四月天里的浪漫诗人 到小别里里养女不易的中年父亲 他是林差平的优质男演员 荧幕上的他形象多变 生活中的他魅力温暖 在岁月的沉寂中演绎谷风情 在电视剧领域收获属于他的荣耀时刻 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大眼派演技的代表 黄磊老师 看来是第一次听到黄博说有这样的演技 是 教了这么多年表演 没有说过是你是大眼派 这是展西的流派 其实我更喜欢小眼派 他嫉妒我 黄博他嫉妒我 但是其实小眼派演得更好 我更好的师长孙洪雷在这 小眼派比大眼派演得好 而且我其实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没想到弄得这么晚 我一直以为这个苹果要领完了才能结束 后来才发现一直有人往上补苹果 是领不完的 很开心啊 今天有很多的同行在一起 而且特别高兴可以见到少洪导演 少洪导演是我在做电视剧的领路人 从刚刚看到的《人间岁月天》开始 我也做了很多年的电视剧演员 很激动也很兴奋 所以拿到这个奖很感谢 感谢东方卫视 感谢SMG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我们的作品 我会继续努力 一直演下去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黄尼老师啊 还获得了年度期待巨星的称号 因为接下来黄尼老师的小欢喜 马上也要登陆我们东方卫视的迎评了 是吗 那我再去拿一个是吗 在拿之前 我们先看看您的片花好不好 行嘞 来请看小欢喜的片花 年度期待巨作 你爱你们迎来了你们的高三 迎来了你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我错了 你没错 我错了 我为什么要生你 我吃饱了 撑的我就不该生你 你为什么一点不随妈妈 我是我爸呢 你爸也是学霸呀 是这两年才堕落了 才玩无丧志了 好大才是好无上 小小欢喜 才是好 那么我们想请黄磊来 用一句话介绍小欢喜 他的看见是什么 因为他写高考的 可以希望 更多人可以关心这些 在考场的孩子们 还有就是 希望可以带一些 小小的欢喜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 一个国泰民安的环境里面 可以更开心 更欢喜 有更多的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那我在这里还想 特别问您一个问题啊 如果有一部剧 可能会有这三位男演员出现 您 黄渤 孙洪雷 您觉得谁合适当男主演 我们仨呀 对 他肯定是不行 这么直接 他是指孙洪雷是吗 黄渤也不行 那 我也不行 我要让我们选 我们就选张艺兴当男主演 我觉得要不要问一下孙洪雷 我们 问问孙洪雷吧 您觉得谁合适 你选谁洪雷 他 他说我跟他抢艺兴 对我们哥哥选弟弟 我们都让弟弟来 我们把这个问题 也问了黄渤的 请看大屏幕 男一号他俩 我选张艺兴 恭喜三位 共同荣获年度 最默契巨星奖项 是 这个奖项 我们下次再颁发 好 谢谢你们 那其实呢 最具荣耀之星呢 有两位演员 接下来的这一位 会是谁呢 还有我们的小眼派 就是我们知道 眼睛是灵魂的窗口 但是人家 把这窗关着 一样可以演戏 你知道吗 经常我们就看着 把眼睛睁开 人家已经睁开了 这个就在这个 细细的小缝隙之间 能流露出 浓浓的情感 浓浓的演戏 电视剧荣耀之星 孙洪磊 从潜伏里 深藏不露的特工 于泽成 到好先生里 隐藏内心 暗流涌动的萌书 每一次演出 都是全新的突破 窥违迎平三年 他一路汲取 崭新能量 在表演的高原上 再判高峰 祝贺孙洪磊 有请孙洪磊上台 摘持品质之果 我们也请孙洪磊 发表品质感悟 今天也是 孙洪磊的官宣之夜 那您拿着这个官宣 先说感悟 还是先说宣传呢 事儿呢 是从2014年起的 东方卫视就找到了我 就是洪磊 你能不能来去 参加一个综艺节目 当时我特别反感 我也不太接受 因为我当时也比较严肃 那个时候 我的粉丝 追我的时候 都是跟两条节 也不敢吱声 后来我就截住了 他我自己受不了了 我说你要干嘛呀 他说洪磊老师 我就想跟您照张相 我说那你说呗 你有什么不能聊的呢 他说我怕你 后来我就看到 《极限挑战》这个节目 我挺喜欢的 导演也跟我讲完 我就三年也没拍戏 我就拍了这么一个综艺节目 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 我要感谢SMG 还有东方卫视 所有的同事们 谢谢你们 能够让我通过这个节目 来开发自己 让自己打开 打开自己的内心 然后拓宽自己的戏路 我沉寂了三年 一直在等好剧本 那今年是我向 SMG和东方卫视 交答卷的一年 我就拍了两部戏 一部是带着爸爸去留学 还有我新世界 这部电视剧 所以很高兴 给大家带来这两个角色 多多指教 说完了 谢谢红雷老师 其实刚才从 孙红雷的讲述当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这是整个团队的诚意之作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想恭喜 新世界剧组 因为你们也荣获了 年度期待剧 我们先来看看 偏花 年度期待剧作 来啊 你哥姓柳 欠我一笔金跳舞 我女人昨天没人杀了 先跑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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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Ha mein 我们都带活 帘 我 闻 trains 什么 我 loop 新世界也今天拆取了年度期待剧 那接下来请告诉我们 这部剧大家必看的理由 我总结一下这个戏 大概四个词吧 第一个我觉得是干脆 第二是刺激 然后还有点忧伤 还有对新世界的渴望 大家好 我是尹法 然后这是我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第一部电视剧 就能够接到这么好的剧本 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特别荣幸 特别幸运 看了《片花》 也看到了我们新世界 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电视剧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祝贺你们获得期待剧的殊荣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揭晓的是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为我们揭晓的是制片人 侯洪亮导演刘江 大家好 我其实今年特别期待的一部电视剧 是刘江导演拍摄的老酒馆 其实我特别想问导演 就演员如何才能成为卓越品质之星 卓越品质的演员 他需要两方面 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准备 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你的态度 你是不是用最认真的态度 敬业的态度来完成你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品质演员 我们刚刚合作过 在我们拍摄的180天的工作日里面 没有请一天假 非常敬业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唐嫣 她是年度最美的新娘 也是最幸福的演员 她和爱人连妹主演的归序来 好评如潮 田园始终是你的田园 你就应该有勇气将它重建 她饰演的留学生肖青 既单纯浪漫 又不失正真之心 在爱情与职责之间 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细致入微 且富有张力的表演 显现了追求完美的卓越品质 有请唐嫣摘下品质之过 发表品质感言 归去来对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通过肖青这个角色呢 也让我获得了不少的思考和成长 一个人究竟是应该选择 对的事情 还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我相信看过归去来这部作品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都能够找到清晰的答案 我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 都能够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新的唐嫣 看到一个在不断前进的唐嫣 那谢谢SMG 谢谢东方卫视 谢谢归去来所有的 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 因为一部好的作品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 我也会带更多的作品送给大家 谢谢一直在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你们 祝贺唐嫣 接下来我们要向各位推荐的这位 年度卓越品质男演员 何总 您应该非常熟悉 没错 就这个人 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兄弟 是正午阳光合作最多的男演员 可以说是真是看着他一步一个脚印的 踏踏实实走到今天 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王凯 他是实力与颜值兼备的演员 他是万千粉丝 钟爱的明星 电视剧《大江大河》里 他饰演的农村大学生宋运辉 聪明绝佳 激流勇尽 少年的骨气 书生的义气 会成有血有肉的人物 张向了一位演员 勇于突破自我的卓越品质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恭喜王凯获得年度卓越品质之星 也请王凯发表品质感悟 其实这部戏 我们整个剧组 所有的设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 我们历经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其实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 能够有今天的成果 我觉得回想起之前的种种 危险也好 艰苦也好 困难也好 一切都是值得的 刚刚刷了一下微博 刷了一下微博 然后大家说我胖了 是胖了一点 是胖了一点 然后大家把那个 大家把那个 我去年来参加品质盛典的时候的照片 和我今天的照片 做了一个对比 因为我去年来品质盛典的时候 我是正在拍大江大河 那会儿我是真的瘦 此时此刻我回来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改革开放 切切实实地带给了我们 幸福美好的生活 是不是 朋友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生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就像宋云辉最后的一个结尾说的那句话一样 我不想辜负这个时代 谢谢大家 也谢谢两位品质推荐人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即将揭晓的是电视剧《风云人物》 那这个荣誉厉害了 你看这有风又有云 风云在一块呢 那就是呼风唤雨了 对不对 在这个银瓶上呼风唤雨的同时 我们的演员啊 一个个也是险山露水啊 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品质推荐人 李小冉 董洁万倩 大家好 我今天推荐的这位风云人物呢 怎么说 他是可以说他见证了我的青春 在我是一个舞蹈演员的时候 他就认识我 我们一起合作过《向雨又向风》 他是我人生中非常难忘的一位人物 形容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比较恰当的是 我们在最美好的莲花相遇 从此是朋友 是知己 也是亲人 那我想说 其实 如果一定要形容他对我的好 那就是金粉丝家里 燕熙 对青秋的呵护 谢谢 三年前 我跟他合作了一部作品 叫《脱身》 这个是他睽違多年以后 重返电视屏幕的作品 我很荣幸能够跟他一起合作 他在戏里面呢 是一个 当我遇到任何危难的时候 都会跳出来的小叮当 在戏外又是一个 很体贴 很幽默的哥哥 行走的盛世美颜 你们值得拥有 电视剧《风云人物》 陈坤 他是金粉世家里的风流才子 在浮华世界中写取一段真爱 他是像物像语又像风里的阳光少年 在爱情的迷途中苦苦徘徊 他是天圣长歌里的风流皇子 疾风尽藏 暗用全谋 他是脱身里的乔氏兄弟 一人双绝 文物双全 杰杰 你说的未来世界 我相信一定能实现 他用极富张力的表演 充满魅力的演绎 让每一部电视剧 都成为观众耳熟能详的精品之所 深入人心 掌声有请陈坤 行走的盛世美颜 走上我们的品质舞台 摘取品质之国 特别谢谢 谢谢SMG 其实东方卫视 很感谢 跟我合作过的三位优秀女演员 为我做推荐 因为拍戏到现在 一直以来的话 我觉得我都是很幸运的 可以跟很好的演员 和很好的团队一起合作 我很荣幸跟你们一起拍播戏 真的 那同时呢 我也非常的高兴 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 得到这个荣誉 谢谢所有朋友对我的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 当然还要特别的感谢 东方卫视对我们脱身 这部戏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 谢谢我们的监制 也是编剧汪启南先生 因为他的给我看剧本 促成了我这次拍摄 让我品尝到了 可以同时演两个角色的幸福感 那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的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们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名德引领风尚 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推荐的是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导演李绍红演员孙洪蕾 朱一龙为我们做品质推荐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 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少洪导演 还有洪蕾哥一起来揭晓年度品质榜样这部剧 今天到盛典来呢会感觉非常开心 然后也收获到了很多 更加领会了演员的意义和品质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的是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这个称号将授予上一年度受到观众喜爱 具有社会价值 具有精品品质的经典佳作 感谢各位用电视剧引领风尚 服务社会推动发展 抚慰心灵鼓舞信心 这是我们电视剧的光荣 也是我们所有电视剧人的骄傲 接下来荣获年度品质榜样剧的是 请看大屏幕 年度品质榜样剧作 大江大河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重要节点 大江大河的出现 温暖并抚慰了劳动中 奋斗中 拼搏中的观众 我愿意做一个始至前行的竹梦人 欢迎大江大河剧组登台 同时呢 它也获得了2018年度 东方卫视腾讯视频台网 关注电视剧殊荣 作为东方卫视县里改革开放 四十周年的优秀剧目 大江大河是一部有温度 有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 全景展现了改革先行者们 在时代浪潮中探索和突围的故事 在腾讯视频获得了三十亿的播放量 无数观众被剧情传递的热血和真情所感动 欢迎你们 美好生活 在一个普遍看重流量的时代 美好生活却只奔着好故事 好人物来 奔着生活的本身而来 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 更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 美好生活剧组登台 有请李小软 李乃文老师 还有我们的制作人应该 《归去来》 这是一部有文化担当的现实题材作品 从留学生的视角切入 细致高乐了 当代青年群体的成长蜕变 欢迎《归去来》剧组登台 有请唐嫣 罗靖 还有我们的刘翔导演 恭喜以上三个剧组 那现在让我们欢迎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建军 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高韵斐 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 有限公司监事长彭俊杰 为他们颁受品质之果 祝贺三个剧组 特别开心 因为真的是一部文艺作品 它不可能就很偶然的成功 是档期好 剧本好 演员好 宣传推广好 平台好 这一系列的好 其实代表了剧组 台前台后的 这些工作人员 共同的努力 感谢 美好生活剧组 那么今天呢 我非常荣幸都拿到了 这个品质榜样剧作奖 与其我们去期望 转发景理来分享些运气 不如我们踏踏实实地 把内容做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说 在寒冬之后 又迎来新的一轮生机 首先感谢SMG 感谢东方卫视 能够把如此殊胜的大奖 给予归取来剧组 非常感恩这份肯定 感恩这份荣誉 我们会继续努力前行 拍出更多更好的剧 奉献给大家 谢谢 我们也再次掌声祝贺 以上的三个剧组 祝贺你们 此时此刻我们要再次感谢 所有的电视剧工作者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 我们的品质之术 才能硕果累累 绽放光芒 同时我们也衷心地希望 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守正创新 不断增强角力 眼力 脑力 比例 在创作中处处用心 用情 用功 力争做到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上鹤礼 那今天说了好多这句话了 现在说最后一遍 心里面还是得一一不舍呢 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 感谢台上的每一位 品质电视剧人 带给我们的精彩作品 期待你们 2019年 给我们奉献出 更多的优秀佳作 让我们明年再见 明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